大家好,我是孫允喜 今日和大家講的3分鐘視頻 看完今日的市場,我想起歌詞 還是覺得你最好? 不如加個問號 一會講一下為何 今日市場早段一般的 一度跌穿21,800點 後來跌幅慢慢收窄 到午市後倒升 埋單是21968,無限接近22,000點 升54點,成交498億 一般來說,今日市場好像一般的成交 上升動力不足 市況是否不太好? 單是這樣看,不算是錯 不過,結合消息和文官形勢 其實仍然可以看高一線 所謂消息是甚麼? 今日不得不提,就是匯豐 7月份匯豐中國製造業PMI指數 今日出來的數據其實是差的 47.7,11個月以來伸低 顯示內地製造業繼續收縮 不過,消息差,但市場不下跌 反而向好 至於港股,起碼內地少少回圖 差消息不下跌,向好 其中有很多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市底是否轉強? 第二解釋,更加深層意義 就是大家衷勁 既然消息不太好 會否,之前都提及過 穩定增長的同時攪轉型的李克強總理 是否會出手? 其實現在開始有人說了 預期溫和的刺激措施會出台 反而對中國經濟好 甚至對股市等都會好 這是第一個 但如果結合宏觀因素來看 更加值得說一說 宏觀因素是甚麼? 其實最近來說 美國好、日本好 宏觀政策,起碼貨幣政策 已經到達到位置 未來也沒有甚麼要出 美國也知道 只會收,不會再放 白蘭啡都說了很多次 沒有甚麼再刺激 日本剛剛選完 這星期選完 自民黨兩個議員都立了 要為政治做完要做的事 都做齊了 未來會否再大力出手 之前的自殺式 或神風錦死堆式的量寬措施 會否繼續下去? 好成疑問 因為黨內很多既得利益分子 都可能會反對 特別是安倍想出結構性改革的時候 遇到的阻力,相信不小 換句話來講 美日宏觀方氣 宏觀政策方面 再刺激的措施相對不會再多 估計 只會減就不會太多 反觀中國 雖然剛才所說 至於未溫和的刺激措施 相對之下 變得很重要 那兩邊沒有 這邊是溫和的刺激措施 好像會否這樣 令大家覺得 全球股市 之前一直看淡中國 現在覺得 在相對論之下 還是覺得中國最好呢 所以值得研究 當然不能斷股 看其他技術走勢 或市場的反應去判斷 這個可能性會大 也會大 看看 恒新指數 昨天提到 升穿250天線 今天早段回落 迫近250天線 但沒事 回回頭 是否回視支持再上 偏好 和我剛才所說的 預測都配合 內地也是 這條是上證指數 兩條下降距 一條是第一條 這條是第一條 這條是第二條 這條是第二條 穿過下的第二條 三條是線型 現在兩條 好像都是偏好的 加上重磅股 中二動提國 昨天這個雙頂 穿了上去 今天下回去 迫近支持 又守得住 沒有什麼 回風更加不在話 一直提及 上升軌 上升通道 都沿著反復向好 形勢升得很舒服 沒有什麼大危機 整個形勢 加上中資 金融股 今日繼續上升 內隱股 例如公行龍頭 最近升勢最強 先是保下跌來口 今日再穿250天錢 形勢偏好 所以結合技術走勢成 剛才的預測 或預期成立的機會仍然大 所以玩試的朋友 繼續反覆上升 做好後低級 至於玩股 仍然有些板塊 現在預期有幾個板塊 基建、鐵路、資訊科技的基建 即是boardband、4G的板塊 甚至污水處理、廢物處理 都值得看看 今天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